爸爸不求你原谅 但我希望你不要带着痛苦活下去 我不想让你像宋清禾那样 他毁了一辈子呀 爸爸 你永远是我的爸爸 爸爸 对不起 长风 真的对不起 全是我的错 爸爸早就想跟你说清楚 可是 我没用 说不住口 爸爸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大哥已经跟我讲了 你大哥跟你说了 老爷 这是那份 古份转让书啊 真是老天有眼哪 这也是大哥交给我的 快说说怎么回事 那天 我在同城 祭拜我的亲生父母的时候 我在当地的照相摊 看到大哥 拍的纪念照 我疑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大哥 跟大嫂 结婚之前 曾经去过同仁当铺 他把一些和我深水患的东西都放在那边 我跟老爷还以为这些东西已经被烧了呢 你就是用这个股份转让书队阻止他们签约的吧 之前我想去烦你啊 跟灵溪商量一下股权转让的事 本来我想把股权转给他 林家的东西应该留给林家的人 但没想到结果是这样 老爷 是燃少爷在天之灵在保佑我们 爸 我在想 我们应该继续瞒着外面 如果他们知道我回来报仇 你们会比较安全一点 至少可以骗到宋庆华 万一被他知道 我不是回来报仇的话 我怕他会对你 对薄霄伏不利 我林氏妍做了多少好事 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真是三生修来的福气呀 对了 爸爸 妈妈在哪里 我想见见她 你妈妈 自从你叔叔出了意外之后 就一直把自己关在音乐室 不肯出来见人 我也得装风卖傻 她才能开门让我看她一眼 你去试试看 不过我不确定她会不会见你呀 妈妈 我是长风 别让我把她的损了 妈妈 我进来了 你不要过来 我害怕 好吧 那我就站在这里不过来 你为什么要回来 这不是个好地方 妈妈 那天的事你可以告诉我吗 那天 哪天啊 这里每天都很平静 什么事都没发生 妈妈 温室里面的玫瑰花开了 你要不要去看 温室 我不要去温室 我不要去温室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你怎么也来了 你快走啊 他会杀了你的 你快走 他是谁啊 他 不是他 是我 都是我干的 都是我干的 有野狗啊 你们快走 快走啊 你们快走啊 快走 快走啊 快走 让你们休息一下 那我先出去 你不能再喝了 那我不可能杀人的 我 你不能再喝了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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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知道之前我对你不好 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好不好 世约 你真的没事了 你没事就好 可是我 我没法原谅我自己 小叔呢 燕儿 那只是个意外 世约 行 行 行 不要再说了 过去的事了 就让它过去吧 不行 我没法原谅我自己 我没法原谅我自己 燕儿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 我向你保证 我今后都会好好地爱你 我们从今开始好不好 世约 谢谢你对我的爱 谢谢你对我的帮儿 可是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死了小叔 是我害死了小叔 我没有教育好心儿 全都是我的错 我没脸面对你 你走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燕儿 我不想见到你 我不想见到你 你快走 你快走 燕儿 燕儿 小伙子 你 到了一天了 就回来了 还有我的车轿号 就有一举奋斗了 冠青 喜珍吗 我回来了 冠青 我回来了 谁让你们进来的 老八 老八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你啊 冠宇 她 她不是当年 万臣万青 照顾你妈的 那个小姑娘吗 你们两个结婚了 别乱说 小爸已经结婚了 不是把她当妹妹在照顾 冠宇啊 冠宇 你回来就太好了 我 我有件事啊 别在心里好长时间了 怎么了 老八 你妈出事那天晚上 我看见有个人 引着你妈到河边去的 你跟徐母说了吗 我以为呀 我当时是眼花了 我看那个人啊 像是冠青 可冠青不是死了吗 我心里害怕 就没敢跟徐母房说 老八 来 坐坐 老八 老八 你跟我把整件事情好好地说清楚 老八 爸爸 我怀疑叔叔不是妈妈搓手杀的 你也这么想 我也是觉得奇怪 这么多年野猪野狗 跑到咱们庄园的事实有发生 可从来没有进过温室里面 再说 你叔叔怎么会到温室里去找你妈呢 只有他们两个在吗 那天晚上 我就 我就 我就看到一个人 前面有个人影 领着你妈往河边跑的 那你看清楚那个黑影 是男的还是女的 应该是个男的 你妈呀 当时就大喊 滚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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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啊 就一个劲往河边跑啊 这 这么说 我妈一定是知道了什么 才引来了杀身之物 爸爸 你知不知道当时家里还有谁 当时我跟你三弟都在 闻滚轻是出去了 三弟 到底叔叔要找王八说什么呢 先有叶冠语 现在是二哥 都是来破坏我跟万卿的 都是来破坏我跟万卿的 二哥 我一直那么护着你 心里想 有你在多好 我们都能感受在你 在林家当这个野种是什么滋味 那个林氏颜 我们两个都不是你亲生的 为什么二哥就能得到你的过分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错的是刘燕 你要怪你该怪他 而不是怪我 二哥 二哥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拆葬我跟万卿 李长风 你几人太甚了 你去哪里 让他等着 也不用招待他 我约了人打网球 晚上还要去杜牧村家参加晚宴 如果他等不住先走了 帮我记一下他离开的时间 是 把这封信送到军队那边去 明白 请 好 平川先生 请文小姐先等着 可以给我一杯咖啡吗 现在跟四爷闹饭了 灵溪也废了 我有投靠日本人才是实时务 谢谢老爸 谢了老爸 看到你这样 我就心安了 你知道吗 两年前啊 你突然消失了 这邻居们啊 都以为你出事了 这房子 大家伙儿都给你照看着 就怕你回来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大家有心了 哈哈哈哈 大家伙儿都惦记你的春卷呢 哈哈哈哈 好了 我走了啊 叶大哥 你不会听了老爸的话 又想去报仇了吧 我答应过你了 好 这次我只是想查明真相 不是要报仇 这个给你 好 我去找四爷了 你就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谢谢你啊 叶大哥 放心 就算是为了凌兰 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 关于感谢四爷 给了我机会 我的仇已经报了 如果四爷 没有什么需要用我的地方 我还是想 回到以前的生活 你的仇报了吗 你要杀的人还没死 这算是报仇吗 四爷 希望你不要介意 关于 不想走跟您同样的路 你是没有看到 我 我那么多年 做了那么多的事 到头来得到了什么 别站着 做吧 当初 我还以为长风 他会感激我 为了付我当初 我原本也以为 他会一怒之下 杀了林世言和舒不朽 甚至 会增和舒曼 他 我得到的事 到头来 我得到的事 长风他没有感激我 帮他母亲报仇 四爷 别再想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 我一定会替您办的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我很想让你去见权婉婷 我 很想让你去见权婉婷 他的性格我非常清楚 他想得到的东西 他会不择手段地去得到 我只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算了 你走吧 从今天开始 你跟我们帮回 再也没有关系了 感谢四爷的体谅 现在外面的局势越来越急着 说不定日本人很快就要打进来 四爷 你也要保重 我走了 等等 该还药了 吃完以后 你会很快好起来 谢谢四爷 那关于心脏病的药 你手说慢 原来四爷都知道了 你说实话吧 到目前为止 他的病 没法治 你只能看着他 一天比一天长 我们当医生的最怕 遇到这种病 他看完请 是自作多情 走吧 四爷 您别误会 我是 如果真的爱 就放开去爱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 可以跟我最深爱的人在一起 可是 永远都不能实现了 爱情呢不能勉强的 你放心吧 就算你不跟婉婷在一起 我也不会对付你 对付舒曼的 感谢四爷的好爱 一见到长风 跟他说一句 这里的大门 永远被他敞开 长风没有跟您在一起吗 走吧 人还在吗 还在 多少小时了 差不多十个小时了 中间上了两次卫生间 应该喝了点自来水 没有吃过 他一直在看书 不过他不阅读的时候就休息 也没有问我要点什么 看来他完全知道我在干什么 让他先回去 看他明天还来不来 先生 他是带着行李来的 嗯 给他送点汤和面包 什么都不要说 明白先生 我马上就去 这女人太聪明了 也太笨了 可幼 但是留不得 我马上就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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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师 叔叔 妈妈 野狗冠青 喜针马一小冒 冠语被人打 还有爸爸跟叔伯父 不承认到了冥冠第三次 林宫两年前也没打烟万日 到底发生什么事 长逢少爷 苏政怎会料到是你坐在老爷的位置上 长逢少爷真的是长大了 正叔 不要取消了 怎么了 还在想着夫人的事啊 不单是温室的事 静下来的时候 想了想觉得很奇怪 好像是 好像是苏政也是老糊涂了 好多事情处理不了了 那正叔你就帮帮我吧 我一个人哪想到通那么多事情 你可以去找大少奶奶聊聊啊 你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解决过很多事情吗 那我们就聊聊吧 怎么了 你是不是在生大少奶奶的气啊 我连我爸爸都原谅了 难道我会生一个 无辜的出生婴儿的气吗 小曼也控制不了她的出生啊 说得好 既然这样 你就去跟她聊一聊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嘛 我都不知道她在哪里 她都没有找过我 可能她已经走得很远了 我可以帮你去找她的呀 好不好 不用了 下去吧 爸爸找你 你呀 是故意支开我 真难够 对了 正叔 三弟在哪儿 在房间 他说了 他以后就在房间里用餐 他还说 他不想再见到你和老爷 他 他也不想再娶凡尼亚了 三弟真的想不开 你不也是一样 我还不想再娶多了 他还不想再娶多了 pod so 我还不想再娶多了 他都不想再娶多了 吠嘴 我 还有天啊 你知道这位ców 我还不想再娶多了 但是我太可爱了 我也願意再娶多了 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一个拿着行李的人 哪会有什么好事 我是想来跟平川先生道个歉 凡尼亚的事情 我真的是有心无力 时间不早了 告辞 文小姐真的很聪明 我本以为文小姐会恳求我收留你 或者是大骂我一顿 文小姐果然胆似鬼 而且很有毅力 我看到那碗汤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失落 我本来以为我遇到了对手 要等上个一两天 可没想到平川先生那么快就心软了 十一个小时就送来了一碗热汤 那碗汤是有毒的 我不怕死 只怕输 好啊 我就再给你两天时间 如果你能够拿下帮回的印章 我就陪你继续玩下去 那平川先生能再多给我一些帮助吗 我一定让你得到更多 有意思 先生 先生 把文小姐的行李拿去房间 是我的房间 是 不怕输吗 这边请 你别忘了去复查 我明天过来送你过去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过去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过去 对了 有长风消息吗 他会翻你牙了 ワ儿 我 Ham 阿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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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真好吃 真是早应该让你做这个生意啊 好吃 全靠四爷 您把我的味觉救回来了 你知道吗 一个人吃跟有人陪就是不一样 我明白了 下次我多做几样下酒菜 也好让孟和跟我们一块喝一杯 也好让孟和跟我们一块喝一杯 太好了 感谢你来陪我聊天 谢谢你 来 干什么 抓起来 你敢 走 走 站住 反不归真的夜惯雨也来了 婉晴 孟和跟了我十几年像你叔叔一样 你不为难他行吗 如果你觉得我对你不够好 你恨我没关系 你冲着我看 四爷你是知道的 我向来都是爱增分明 爱就要用心的爱 恨也要尽力的恨 你听四爷说 好吧 是我对不起你 行吗 你回来吧 不要投靠日本人 这样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印章拿出来 四爷 你救过我的命 又替我照顾帮会这么多年 我本来想拿着印章送你回同城 可是你偏偏要跟我作对 你杀了我吧 我就算死了 也不会卖国 我 杀你有什么好玩 要杀就杀你的儿子 我没有儿子 我没有儿子 好 林长风死了 你不要哭 成风是 有数 林长风他不是我儿子 他的爸爸是杜勇的 四爷 你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有什么事情都知道 你不想林长风死 就把印章交出来 外面 有个三岁的男孩 是我们的孩子 叫林长风 我再说一点 杜勇是长风的爸爸 好 好吧 那也没关系 今天我就让你选 要么我回来 要么杀了林长风 选呀四爷爷 选呀 满青跟满青 不可理 来 开枪 杀死我 开枪 四爷你太小看我了 我不会杀你的 你不是最讨厌日本人吗 那我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宋清禾的帮会首先投靠了日本 还有宋清禾的儿子林长风 抢了凡尼雅 赶走了林家的人 当了汉奸 到时候就算我不杀他 他也被横死接头 那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 我给了你印章以后 你不会成罪 我们帮会最看重的是什么 义气 忠诚 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跟我谈条件 我现在之所以 还能好好地跟你讲话 是因为我们之间 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感情 我真的很难想象 等这一点感情都烧完了 我会对你 还有你的儿子 做出什么事情 自己想象中 你会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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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有什么 你要像象中 你会想象中 你会想象中 一丑万年 温婉卿 你听听四爷的劝吗 对了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告诉你 两年前打你的 不是李宫 不是舒博霄 也不是林世仁 是他 如果是我见你 怎么样 是不是要感谢我 让你在临死之前 知道了真相 还 第二次要杀你的 也不是舒博霄 是有人要让你更恨书家 让书弟坐牢 音乐学校放火 还有打你的人 也不是舒博霄 是有人嫉妒你 怕我爱你不爱他 再倒是谁了呢 谁信 杀铃围的也是他 不过很快就要变成你了 还记得那把开信刀呢 相识一场 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 自己用过的刀 指纹擦干净了 再给别人 文婉清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你干脆把我杀了 让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文婉清 从来不会做让自己 后悔的事情 带走 带走 走 走 快点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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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